嗨,大家好,我是Ava 很久没有分享影片了 今天来聊聊绿皮书 唐是个著名的音乐家 他想找一个善于解决问题的司机 陪他南下巡演 在被推荐的名单中 有个叫Tony的人多次出现 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安排了面试 Tony第一次见到唐的时候 觉得这个黑人真是夸张 一屋子的奢侈装饰 还给自己弄了个王座 仿佛真把自己当成一个国王 出于对黑人歧视的惯性 Tony刁难的加价 你要不给我这个价钱我就不干 唐反正也不差钱 在确定了对方是自己要找的人之后 就先付了他一半的工资 完成巡演后再补上剩下的 所以两个人一开始 完全是各取所需 并且毫不融洽 一个言行举止一丝不苟 模子式的完美 一个语言粗俗 行为随意 完全放飞自我 一个嫌弃对方的肤色 一个看不上对方的座位 就这样反差极大的两个人 磕磕绊绊的上路了 路上发生了一些好玩的事 Tony在一个商店门口 捡了块石头放进口袋里 被唐知道了 唐说 把你偷来的石头还回去 或者我给你钱 你去买 Tony起初不肯 但是没办法 谁让唐是老板呢 气呼呼的把石头还了回去 结果唐还不嫌事多的来了一句 现在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Tony就差翻白眼了 你这个补板的人 简直太扫兴了 这就像小时候我们玩的正开心 教导主任来了 非要教你做人的场景 从来不吃炸鸡 非刀叉不肯进食的唐 在Tony的总统下 第一次尝试了炸鸡 真香 唐一边嫌弃不卫生 一边又接过了Tony递来的第二款 还学坏了 两个人往车窗外一起扔鸡骨头 然后哈哈大笑 那一刻的唐忽然就鲜活了起来 因为在这之前 他一直都不苟言笑 真实情绪的表露 让他更像个人 人跟人之间的生物反应很神奇 Tony在遇到唐之前 几乎是个哪儿哪儿都讨人厌的家伙 挺混蛋的 但唐遇到危险时 是他不顾个人安危 斗智斗勇的就逃出来 也是他看到了唐嗜酒背后的悲伤和孤独 而唐呢 则帮Tony改写给妻子的家书 以免搓露百出 并教他浪漫的表达思念 还在为人处事中 向他展示勇气和自尊的力量 这部影片让我们看到了个体的孤独 比如唐 他很有钱 有才华 有名气 但是他既无法融入黑人族群 又不被白人群体所承认 还在离婚之后被掰弯了 他不被任何群体接纳 孤身一人活在城堡里 高高在上 却一无所有 至于的是 这部片子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 人与人之间的正向反应 即一加一大于二的奇妙效果 两人在相互靠近中 各自成为更温暖 更完善的自己 也共同收获了真诚的情意 千金不换 最后 用怀揣英雄梦想的唐的一句话来收尾 天才远远不够 要想改变人心 需要的是勇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点赞评论加关注 每周为你更新